欢迎回到校尾谭居士 我是阿赛,所谓的欢迎做人施校尾先生 好,感谢各位观众持续追踪观赏 我们的校尾谭居士,校尾校尾 会员,感谢您对我们频道的持续帮助 让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譬如说,各位观众朋友 礼拜六也看到了 我们海上观众室的趴万 应该说趴趴趴趴万,终于出来 至于很多人说 你们太没诚意了,把他给个十七分钟 然后人家给都是给全程,我干嘛 好,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海上观月室的影片 真的可以说是用这个波涛叠 波折叠起来形容 因为这次当然首先我们就说 除了关键事本身 因为当天自卫队有现场直播之外 他有邀媒体上去 但是我们媒体拍得紧 跟自卫队拍得紧是很接近的 所以自卫队他本身 他那个播了影片 那个在YouTube上宣告版权以后 变成说我们贴上去的话 我们就爱了一大堆红标 然后呢,那我们一个个解的时候 甚至发现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海上自卫队 应该说日本自卫队 在那个这种观月室 或者说是他的阅兵室 就是有一个宫请阅兵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曲子 日本自卫队他也有对这个曲子 申请一个这个著作权 所以连这个也被红标 所以这个也要去把他在这个手动 去除红标的过程中一个一个拿掉 所以那这一次呢 的确也是时间花了比较久 那的确现在问题大致都解决了 但是我们还是为了要预防 不预期的这个影片的这个版权宣告冒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可能比较切比较细的方式来放给大家看 然后呢 另外好 这个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上次在讲E2好 这个事故的时候呢 其实有些地方的确 这个跟我问 我问了这个 过去曾经是第一线的人员之后呢 有一些地方的确要跟各位观众朋友 刊物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为什么要刊物呢 这代表是我们是一个很负责的 这个小YouTuber 虽然说即便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 校尾谭局是这样的频道 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有错 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 首先第一好 就是1997年3月20号 事故当天 第一好 那个飞机他们在做模拟单发动机航线 进场的时候呢 当飞机处地 他们的确没有放起过架 而且放起过架之后呢 他并没有要补油门重飞 这个我说错 这个我说错 因为当时毕竟 有时候听了这个故事太多年之后 对不对 跟当时的这个技巧略有出入 可能你会把A故事部分的桥段 系到混到B故事里面来 好就发生这个情况 所以他第一 并没有补油门重飞 而是就是螺旋桨打地以后呢 飞机就直接趴下去了 所以也才会因此 就是说会勾到那个进场端的 拦截钢纜造成到飞机 这种重框 非常严重的这样的破坏 第二关于E2的这个 脚出警告器 也就是他起落架放起落架以后呢 对不对 他如果脚起落架没有放 他应该是要有这个警告声的 其实E2也有 但是呢 他那个情况要怎么样才能运作 他就变成说是起落架 跟精翼 都要能够在固定位置上 才能够产生作用 那当天由于我们刚刚前就讲到 那一天的科目 是模拟单发动机失效进场 所以因此他的机翼 精翼 BLAV 精翼 他其实收的比较高 正常降落 去操作过的人说 他说是应该是20度 他说20度以下 精翼放到20度以下 他就会比 那个 如果你起落架没有放的话 就比比较 但是呢 他那天 因为是操作单发动机进场 模拟 那在那个单发动机进场的情况下 其实他一定是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就是 飞机就处理比较小 所以自然的 他的精翼会放的比较少 那因为精翼放的比较少 阻力比较少 也才能够让飞机用一个 稍微还能够 让飞机不至于失速的速度 然后完成进场 所以他当时的精翼只有10度 那精翼只有10度的这个情况下 在飞控上面来做的话 他认定他那还是在一个飞行状态 所以10度 起落架没有放 他那个警告器就不会比比较 所以当然也因此 那个飞机下来的时候 那个鼻轮没有放 那个机轮没有放 然后因此也就没有比比较 那所以 在当天 就是在这两个因缘巧合 这个情况下 导致这个飞机 那个飞行员没有收到 这个飞机的这样一个警告的 这样一个 特别就是起落架 没有出来这个警告 第三 当然也要再跟报告一下 关于这个 那根 两五栋三的新管子 这个新管子 他的确不是新加坡来的 那的确当然又是把某故事 跟某故事的情节混在一起 但是呢 这个部分我现在问清楚了 当时其实 这个 我们现在那根两五栋三的管子 的确也是别人给我们的 就是别人从他的生产线上同意 指引一根新的管子给我们 让我们去修两五栋三 这个是确定的 但是那个不是新加坡 的确不是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发生这个事故 的确比我们还早 而且他们也更早就已经修复了他们的飞机 所以修复好我们两五栋三的那根管子 是美国海军的管子 也就是美国海军当时还在生产 E2C Group 2 Plus 而且已经到生产末端了 也就是说他后面有几架 那要那个生产完当时海军的订单之后 就要生产新的Hokai 2000 那等于说他当时修复的过程之中 是在那个Group 2 Plus 跟Hokai 2000的这样一个接近的 这样一个接合那个接近点上 所以当时呢美国海军就同意 把那个其中 Group 2 Plus 很后面的一根管子 然后呢给我们 先装解决我们的战备寻求 然后后面呢也很妙 就美国海军的那个他们呢 就因此他们其实就少买一架 Group 2 Plus 而去买了一架新的Hokai 2000 你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很 因为刚好也是时间上起好 我们刚刚讲嘛 就是Hokai 2000已经要开始生产了 然后Group 2 Plus 已经是在生产末期了 那所以好那美国海军就把生产 就那个末期的一根管子给你 但是呢他们就等于说 用那个钱来新购一根新管子 而且那个新管子给银岩2000的 大体上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那一天E2C 一年2000外销型的这个意外 的那个整个处理的这样一个过程 大概是跟大家讲有这几个错误这一方 然后这个不负责猜测是 那天好这次的这个状况 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 抑压器鼓掌 我只能这么说 听说不是这样 对 那如果后面有更确切的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们随时会跟大家补充 对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的最正确的消息 那即使我们之前 节目或是影片内容有出错 我们也会很快的 而且尽量相识的来更正给大家 那这边要请大家见谅 好OK 所以笑语哥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话题 这样很汤很汤的话题 虽然我们之前已经先打过预防针了 已经先跟我们的所有的观众跟会员都提过了 就是B21 他即将要roll out 当时即将roll out的时候 我们就做过一集节目了 那但是呢 他现在正式出来之后 还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话题 对 所以笑语哥呢 这个就是有一句英文的谚语 to see is to believe to see is to believe in 对 眼见为真 所以他真正出来了 那我想 因为他真正出来了之后 还是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讨论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当天呢 这个美国 有史以来 第一架飞机roll out的时候 有这个live的现场直播了 全世界的YouTube的现场直播了 这个B21是第一架 笑语哥你那天看到这架飞机的时候 你当时有什么感觉 哦原来讲这样啊 哈哈哈哈 好 为什么说原来讲这样呢 当然第一 由于我们看到现在B21这个飞机的问世 在之前呢 美国还美国国防部 应该说 应该说 应该来说空军部或国防部 对这个案子来讲啊 他其实是保密保了很久 会莫如深 对会莫如深 其实这个案子 严格来说应该已经在欧巴马 那个执政的末期 就已经开始在推动了 这是事实 也就是说 因为其实当然你说 推动这个飞机的那个开始 要研发的这样的工程 很大的原因是 其实美国也已经预见到 B1的这个机队的这个老化 是 相对于刚刚小伟哥讲到的 B2的计划 跟B1的计划 来讲起来 还蛮顺利的 对 而且他有一个很争议的地方 就是说 他并没有经过公开招标 对 那小伟哥其实 以美国的那个 战机 或是军机的开发史上 没有经过公开招标 没有经过笔稿 对 笔稿 这样子的状况来说 其实还蛮少的 对 好 台湾话有一句话 对不对 这感觉某种程度来讲 如果你从台湾角度来看的话 对不对 这绝对是熟鸭鸭 为什么是熟鸭鸭呢 对不对 因为其实当然 以美国国防工业来说 当然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情况 就是 他会希望各个主要厂家 都有生意可以做 像你看 为什么这个T7 最后会跑到那个 波音那边去 波音会打我 对 其实还真的一点都不含糊 还真的是因为 就是说波音 他现在手中的军机的案 真的少到可怜 所以当然在这个川 而且波音的这个老板 跟之前那时候 川普也是好朋友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为什么会有F15EX 这种东西出来呢 理论上来讲 你说F15EX好不好 或说适不适合 很多国家使用的这一回事 但是你看 这种飞机经过这么多年 甚至你说 从F15E打击之后 事隔多年 重新再冒出一个F15EX 这也在美国空军的 这个军机的 这个研发史上算是非常独有的一件事 而且你看 F15EX出来的时候 也并没有跟任何一家厂家溢价 是 就直接就跟你说 波音就这样做 当然另外我刚刚讲说 当然你要说 索尼阿腾的 这个要让大家家家有饭吃 当然也还有一点就是 各家各有所长 是 对不对 你如果说你今天要在发展这个 新的这个舰载运输 那个舰载的这个 这个预警机的话 你大概也不会找 诺斯洛格伍曼以外的厂家 对对对对 因为很 因为为什么 诺斯洛格伍曼 当然也许你可能会说 他从这个 这个现有的架构去做 做更新的飞机 或干嘛 那是不是好可能 这个开创性啊 或怎么会有限 那你要这么说 我也不反对 但是不可否认 就是说 诺斯洛格伍曼这个公司 他当初好其实上一个 他最赚钱的这个case 其实就是好逼那个 B2轰炸机 为什么 因为当初原本计划 要做B2轰炸机 其实B2那时候 也没有比 也没有拿来做那个竞标案 对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就是那个空军看了 这个各家的这个 proposal 之后 对不对 然后觉得这个B2的这个 proposal 算是最有潜力 因为你看 如果说你现在开发一款 新的轰炸机 你看像上次 严格来讲 B1轰炸机 或甚至于说B50轰炸机 刚刚那时候有比 但你说到B1轰炸机 那个时代来说的话 你说有能力去做 那样的这样一个 国防系统轰炸机 大概也不多了 所以他通常就经过一个 那个算是比图的阶段 就是说把各家proposal 拿出来看谁最可行 因为其实 从B1 从B1A到B1B 那个时代 你要说开发像新的轰炸机 其实以美国国防部来说 他就不见得有那么多大的预算 可以同时提供两家 或三家去做那个proposal 这个比较 各位观众你不要误解 那个拿来比稿 就是我们台湾的广告进行 这个比稿是没有稿费的 可是在美国 如果你去做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F16 这个轻炸机的案子来讲 嗯 当时试制的YF16跟YF17 其实这两个 两个竞争厂家 都有拿到预算先去试制 先去做出来试制了之后呢 再比出来之后好 F16赢 那所以 这个必须 跟大家讲 就是说 如果美国政府 或是美国国防部 空军部要这样搞 不好意思 你拿出来 对 你钱是要拿出来的 所以这个独家招标这个故事 差不多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又跟我们的限制性招标不一样 但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 他或许他可能还是会在事前 他会通知好目前解决 像可能落马也会跟他说 你有没有Proposal要提出来 然后但是 当然要求你在提Proposal的时候 可能要一定程度保密 那你可能也问了这个波音 或是问了那什么 但其他家可能提出来 我觉得可能至少就是说 在Proposal的这个比较这样一个阶段 可能至少 你动了一批人 去把它设计一个Proposal 这样一个概念出来 经过一些计算 那个做出一些具体的 比如长宽高大小的 然后用什么发动机 然后这样一个Proposal 我觉得这个东西至少到那个阶段 我觉得那个阶段一定还是有经历过 但是经历过之后 那可能空间就选一个 最具有竞争性的这样一个厂家 能够提供的Proposal 然后给你钱 然后去把原型机 跟相关的测试做出来 这个我是觉得 特别是轰炸机 又是大飞机 轰炸机你要说真的要搞两家 现在你说再搞两家 来做不同飞机 而且你有了竞争 其实有时候又有点很妙 事前就一定会有这种各种厂家 就是不断的丢点消息 我都比较好 你都比较好 然后你看像F35竞标 当初跟F22 23竞标 当初不都会有这种故事在里面吗 对 所以这边都解释了说 为什么B21 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说 在B2的这个 成功的经历中 但是B2其实是成功的 对 但是它中间很痛苦 对 国防部很痛苦 国会很痛苦 国会很痛苦 他其实真的赚宝宝 因为当初 Northrop Gourmet 因为这个飞机的研发费 是你国防部贪的嘛 那也因为这样 Northrop Gourmet 就在这个计划中 有赚了足够的钱 就是收购一大堆的那种 而且是那些厂家 都是跟Avionics 或电子有关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Northrop Gourmet 他日后奠定了 他在美国国防工业界 这个算是雷达跟航电 算是可以说是相当相当 强的这样一个背景 这样一个关系 是是是 所以呢 这里大概就解答了大家 说为什么 B21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不过 这我刚刚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也因为之前B2的经验 跟他在B2的过程中 像我刚刚讲的 他们人觉得很多 Avionic方面的公司 对 使得他B21的这个项目 会相对顺利 我必须说 这个是 这个都是前面的累积 照我们后面的解决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次好 那为什么美国空军 这一次的这个开 那个公开呢 特意的好 让这个飞机 要选在室内 当然可能我觉得多多少少 也跟上次B2轰炸机公布的时候 被AWSK的这个记者 租个小飞机 从上面飞过去拍了一个上市图 意外曝光的一些 当时还不应该曝光的 这个东西有关 对这次呢 你可以看到 美国其实这 其实从这个地方 也真的反映到一件事 就是美国这几年 对于记者的采访 或是这一类的这种公开式 它其实会有一些 比较严谨的保房设定 真的 这个我想RJ可能去还泰 应该非常有感动 所以各位观众 你知道B2上一次 它那个rollout的时候 它的那个上空 是没有non-fly zone 所以呢 其实飞机可以飞过去 忘了申请 忘了申请non-fly zone 结果呢 那个AWSK 你没有申请 那赛普可以飞啊 然后就真的申请一下飞机 然后在rollout 之前还是之后 从上面飞过去 因为它并没有在rollout的 那个时间点上 让飞机飞过去去捣乱大家 但是因为你飞机拉出来 就停在那里 他就飞过去 然后真的就让他拍到当时 那个B2的围管 而且各位观众 当时的记者做了这件事情 他一点事情都没有 对 没有他一点事情都没有 没有国防部 跳气的跳脚 但是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什么 这就是法嘛 对啊你没有规定人家 当然可以这么做啊 但是就像我们这次去西加坡 去夏威夷的时候 那夏威夷跟这个远东跟我说 RJ你可以去这边拍船 RJ你可以去那边拍飞机 就我开车咚咚咚咚咚 开到当地的时候 都是一个铁丝王架起来 这个 这个是这个地区不能建筑 好那时候就只能打电话 回来跟夏威夷讲 夏威夷 到底都进不去啊 这怎么办啊 对啊我也是吓一跳 啊怎么这也不能进去 那也不能进去 真的在这段时间以来 相较来说 真的就变得严格的非常多 对局势采访来说 真的严格的非常非常多 对好 那当然啦就是说 但也还是可以从这整个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 可以说非常有限的 这样一个正视图里面呢 还是有看到相当多的这个 迹象 那个资讯 那这些资讯当然 其实呢也印证了一件事 就是B2 B21 的确比B2小 当然会说感觉小没有很多 我觉得大概大小差不多 小个五分之一 到这个大概六分之一 我觉得这个是有的 然后等于说你驿展 稍微短了一点 稍微小了一点 那机身的部分呢 其实你看到 它跟B2来相比 它小的部分 并没有太多 所以你可以说 如果你把这个 FA18EF 跟FA18 那个CD的这个关系来看的话 就有点 我觉得啦 我觉得这个比方可能 不是那么的正确 但是呢就是说 如果以机体的大小来看 如果你把B2 看成FA18EF的话 那那个B21 就有点像是 FA18 那个 那个 CD 或者AB的那个大小 或者是这样子比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 我不知道 就有人这样说说 诶 那B2呢是这个海狼机 嗯 维吉尼亚 OK 是不是有点这样的道理 这也通啦 对这也通啦 而且然后就是说 而且其实这也当然 比较更贴切 为什么 因为EF其实真的比CD先进很多嘛 是 但是呢 维吉尼亚的确是海狼的降阶版 这是现实 对 这是现实 然后呢当然 但是你还是可以从上面 看到很多这个蛛丝马尼口车 首先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它的进气道 嗯 它的进气道跟B2轰炸机的这个进气道 有非常大的改变 那第一 这个B2的这个进气道 相对来说 还是蛮大幅的突出在机身上方 对 而且呢 突出在机身上方之后 比较早期的 那个 F17 它前面有那种就是遮罩 但是你看到像B2就没有遮罩 但是B2的这个进气道呢 就的确在它那个杯形E的这个E面上 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如果你用正面的话 就可以清楚看到两个进气道 当然 美国还是非常努力的就是 让这个从进气道钻进去的这个电波出不来 所以你看其实以B2来说 B2是美国所有的逆宗战机 从F117到这个B2到 甚至后面的F12帧跟这个F35来看的话 它其实都是最小的 到目前为止都是最小的 也就是说 它的确有这个科技 让那个 那个 雷达波 进到那个进气道里面 进去 钻进去以后出不来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B21的这个进气道 它其实比B2的进气道 更贴近机身 更扁 对更扁 甚至你会觉得它有点像是 一个有钙的鱼叉进气道 你懂我意思吗 当然因为我们看 现在没有办法从上面看 但是如果说 从上面露出来的那一点痕迹 你会感觉到 它可能有点像是一个 有钙的鱼叉进气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鱼叉飞弹的进气道 它本身其实是 隐没在诞生里面 是 它那个诞生之外 它完全没有那种类似 像纯道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如果你拿这个来比方的话 如果你以B2轰炸机来看 它还是有那个 进气纯道的话 对不对 那B221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进气纯道 又压下去至少我觉得三分之二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有点像是 类似像鱼叉飞弹那种 那个半埋式的这样一个进气道 所以也就在这个情况下 能够好那个侦测 它的这个一般的这种雷达电波又更少 当然你说 现在中国大陆很喜欢用这种所谓的米波雷达 每次它一个波长 可以长到公尺以上 就是所以我们称它为米波嘛 因为你说好米波离米波 就代表就是说 它的这个整个那个波 从那个整个波的波长非常的短 又非常小 干嘛呢? 它适合做精确的这个侦测 但是呢 这种比较波长这种场 第一它的这个侦测距离 其实可以说 比我们刚刚讲这种 因为你知道 你这种越短的那种波长 相对来说它能量在这个大气中 或者说这个行进间耗损的更快 所以它的距离 没有办法像米波雷达那么长 而且米波雷达当然好 另外一个更这个算是这个 比较特别的这样一个收获 就变成说是 因为我们刚讲到 你现在所有的这个逆中科技 都完全是为了针对这种 那个小波长 就是好米波离米波这种 这种雷达电波去做好设计的 所以相对来说 米波雷达反而就是在你的防御范围之外 但是唯一值 那过去能够成功防御 就是B2轰炸机 为什么因为B2轰炸机 我们讲到就是说 你如果说今天把那个 Flying wing 这个飞行翼整个切开的话 那个其实那个翼就是那个翅膀 它其实通常我们会讲到 它是有一个叫翼形 翅膀那个肌翼的翼形状形 翼形大概其实就跟一条 鱼砍掉尾巴那个缩形很像 那我们看鱼你就知道 它会有一个整个 鱼背跟鱼肚子 会有一个最高的这样的地方 最高点 它通常在真的飞机的这个翅膀上的地方 它最后面会只有两片翼两 因为我们讲到一片一片那个叫乐片 然后用梁把这所有的乐片都黏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 它呢在飞机的蒙皮等等 就有很多的这个复合材料 那另外我们刚刚讲到 它那个整个好 那个翼的那个翼的前半的 就是从翼前缘到最高点 这个地方 这个那个你在B2上来说呢 它在里面就做了很多吸波材料 那你看B2它本身很大的飞机 对不对 那前面我们刚刚讲 从那个翼梁到到翼前缘这一段 长度至少有大概0.5公尺以上 至少有0.5公尺以上 甚至要从那个到0.5到数公尺这样一个长 所以它可以藉由这样的这边的这个隔框 里面去塞满了各种吸波装置 以及结构油箱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去让它的这个雷达波钻进来以后钻不出去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说大陆的这种米波雷达 大概已经破了所有包含那种 那个第五代战机 就是说小的 战术型的第五代战机 但是至少对B2轰炸机 至少目前看起来 至少我们讲雷达学的角度来讲 它可能效果并没有像 对F35或F22 这一类的战术型战机的效果那么好 这个是事实 是是是是 那所以呢 我刚刚小哥有特别提到 因为它复合材料 对复合材料 所以它就是有各种 所有的所有的它的作为都是为了 以B2来讲都是为了逆中 往而生 所以各位你看它的翅膀 不是像我们说用基础 刮刮刮刮打到上去 不是喔 那小哥刚刚讲的复合材料 它是一片一片用黏的贴上去 对而且它甚至于就是说 当初在这个整个飞机的这个 它的就生产的过程之中 它其实飞机的机体 还是用这个鋁合金为主 但是它做完之后呢 它外面还要再贴一层这个糊料 那这个糊料很多就是有这个 包含涂料 还有像复合材料 这些东西一个综合版 那但是这次B2要这个轰炸机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美国就是因为在之前B轰炸机 由于它第一当然也是因为生产数量太少 导致于就是说单价变高 你在那个飞机的这个作业维持成本中 你一定会要有一样的概念 就是当你这个单一武器装备 它的生产数量越少 它的作业成本绝对会高 因为你一个东西 你一个零件做200个 做200个 pieces 跟做10个20个 pieces 它的单价绝对不会一样 这是尝试的 这已经是尝试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要维持B2 就一定会比其他的轰炸机 或其他的飞机 要跪上非常非常多 这是绝对可以预期的 所以美国工军这次也就吃了圣楼体会心 这次他的B2 完成测试 就是等于说 你看他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是一个圆形机的阶段 那这个圆形机呢 其实他要包含做完各种测试以后 其实所有的反馈 就是说我们讲回馈 就是军方在跟厂家 在会同做完这个一切 那種所有試飛工程之後 其實我覺得甚至可能B21 最後還會有改型 就是真正的量產型會出來 因為你看到現在是原型機 你如果你看到這個X35對不對 跟現在的F35 你三架原型機 跟現在三種形式的這個量產機擺在一起 你會發現那根本是兩個故事好不好 當然你說最後變化不做 會不會那麼大我不敢講 但是就是說 等到你空軍完成了所有的測試過程以後 這個B21一定還會有一些修改 那這個修改會跟我們禮拜六 那天上午看到的rollout 也就是出廠的時候那架飛機 會略有不同 那你說B2紅炸機為什麼沒有 因為真的增產數量太少 甚至你說連原型機最後都 把那個後來量產型上面做的修改 回到原型機上去做修改之後 那樣原型機都拉出來不易了 是 為什麼真的太貴了 但是以B21的進度來講 各位觀眾跟大家報告我 其實它的進度算是順利的 順利而且快 所以它現在除了我們看到rollout的第一架 出來之外 因為這一架是要擔任 明年要擔任是非的光臨 但是它後面的五架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它現在其實是有六架完成了 來進行所有的測試 對 但是我覺得即便要等到就是 大量的這個不易 就是政策不易 大概你說到現在過去往後推 大概五到七年還是跑不掉 這是現實喔 這其實是現實 但是它的數量這次就是 空間就一定要買至少一百架起跳 空間至少一百架起跳 那現在有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我們上次講到的 上次我們跟各位提到 兩百六十八架 那有人說會買一百架 但是不管怎麼說 這個數字都是一個規模 規模了之後才有辦法壓低 尤其是我們的 這個維護跟營運的成本 對 好我們今天的這一集 就是最主要的 我們前面刊誤的這個 我們之前有E2 對 講說的地方 請大家也可以參考 那最重要的是B21 這次的Rowall 那夏伯哥就 就我們這次看到了 對 跟大家補充 更多 對 更多我們現在看到的 因為我們上次的確是比較著重在 B2的這個研發史 跟它可能跟B21的這個關聯上面 至少你現在飛機出來嘛 Seen is Fleaving 你就可以多一些觀點 那個來這個稍微 不管你是左鎮也好 或是來修正一下也好 那個原先的一些說法 對 但是B21的這個Story還沒有結束 對 It's only the beginning 對對對 我們後面也會一直追蹤 這架追蹤到的飛機 為什麼呢 因為Nostop Groove 說它是第一架的 第右帶戰機 對 那特別就是在包含 那個開放式電子架構 跟現在美國已經相當成熟的CC 就是Cooperative Engagement Capability上面來講 我覺得以B21轟炸機跟過去的 因為像那個B2轟炸機 大家所理解的程度 它現在是用它 它現在的程度是在Link16上 但是Link16跟CC又有一段差距 也就是說很顯然的 B21應該是已經把CC列為一個標配 然後再引進了這個開放式電子架構 也就是說它未來在電子系統的擴充上面來講 會比現在的這些轟炸機都更具有 或者說現在的機動機都更有彈性 而且最主要是 兩腰這個飛機 其實比很多現在的這個戰術戰機要大很多 大很多的好處就是 你有很多東西可以裝上去 直接可能插頭一插就好了 當然不是說沒有那麼簡單的意思 但我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很多現有這種科技 它整合進去的難度會低很多 而且這裡就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電子系統 就是Apionic、Eventronic 這些東西的進步 真的會讓後面出來的飛機 都比前代看起來 真的是會進步非常的多 對 看起來非常的不一樣 對 所以它說它是第六代 我覺得也不是太誇張的說法 對 好 那以上是我們這期的校尾堂軍事 我們校尾在這個 12月2日的這個B21 rollout的這個時間 美中時間其實是2號晚上 對 那我們跟大家分享 分享一下 對 那當然它的故事還在繼續 那我們的Follow也會繼續 所以它有更新的這個資料出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 好 今天非常謝謝校尾哥 非常精采的講解 也非常謝謝各位會員 跟各位觀眾的參與 好 感謝各位觀眾持續追蹤跟觀賞 我們的校尾堂軍事 我們校尾校尾會員 感謝您對我們頻道這個持續幫助 沒有你們的幫助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走得更遠 看得更廣 然後呢 關鍵式的部分 RJ會陸續的把我們關鍵式的這個 解說的這個部分 還有我們有專門去採訪大金號 還有不知火這些船 我們也都會跟大家做個介紹 然後呢 各位會員 也還是要感謝您看我們的節目 要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開小鈴鐺 就說廣告出來就轉廣告 幫我們看完長廣告 請幫我們看30秒就在下微博廣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幫我們分享 訂閱 按鈴鐺 打點名嘴 我們下次見 到下 Jed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